罗汉寺 让我感动的寺院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什么时候才能扣开这扇门呢? 从康措车站往里 过一条小路 接住满地的田园 可以看到一个寺院的山门 说明了远处有个一个寺院 经过大片的稻田 可看到满山的茶叶 一拐 一座古朴的寺院就出现了 这就是罗汉寺 罗汉寺历史很久了 据说唐朝时就有了 我到了罗汉寺时 已经是黄昏 夕阳正在斜斜地铺满了整个寺院 满山的茶叶发出的柔柔的光 暖暖的 夏天的热气全部消散 这里凉风清爽 我听到了幽远的童心声 进去大殿 是个老比丘在做功课 老比丘很庄严 他念佛时很缓慢 但声音不混乱 我听到了遥远的泛音 接住他开始绕佛 一手敲隐心 一手握住小木鱼在敲住 专心地用方言念住 南无地藏王菩萨 寺院很安静 世界也很安静 仿佛时间都静止了 他的身影 让我很感动 感动的想下跪 感动的想学他出家 我仿佛回到过去 再回到过去 我的世界 只有清静 只有安详 我想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吧 我想 如果我老了 能有如此大的福报 那该多好啊 罗汉寺由老阿姑住持 九十多岁了 人很好 耳朵不灵 但目光仍然有神 老阿姑跟我谈起了这个四 说他十八岁时 很多人来提亲 但是他不嫁人 就想出家 他父亲就给他重翻建了罗汉寺 他在此住了接近八十年 他看到我的前程 很高兴的拉住我的手 跟我说 有机会你去出家吧 我们都老了 此需要年轻人来管 你出家后 这里就交给你 我感恩的笑了笑 不知道说什么好 罗汉寺由管委会管理 几个老人家住在里面念佛 到处一片清幽 我转幽了一下 看到了两个功德碑 有捐几百元的更多的是五十元二十元 我向这些捐钱的居士菩萨们 和长低头 感恩他们对佛教的信仰 感恩他们建设了这个寺院 感恩他们保持住一份对佛教的前程 正是这份前程 让佛教能在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地方 流传下去